大家好,我是蓝蓝 昨天我发了菊粉的视频以后 评论区留言有很多人提出了问题 我今天跟大家把我喝过以后的一些感受和知道的东西 来跟大家来分享 它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这个菊粉,这个千形牌子的菊粉 它可溶性膳食纤维占了93.3% 每个菊粉里面就是白色的粉末 它配一个这样的勺子 这个勺子呢,一勺是五克 每天不能超过三勺 一次就喝一勺 你每天建议你喝1500毫升的水 就是说你要大量的吸水 菊粉已经完全的被水溶解了 它是无色无味的,透明的 几乎可以说它没有味道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 吸收以后大便会变软 就利于排便 我喝这个有没有好处 当然有好处了 您想您的大便通畅了 是吧,你肚子扁了 然后你排便的次数比原来多了 那你肚子当中的油脂肯定也跟着排出去了 有害有毒的物质都出去了 反正我喝完以后 我就首先感觉人特别轻松 我刚开始喝的时候那个便是黑色的 然后慢慢就正常了 一天三次啊 每次呢一勺 然后再饭前20分钟 有人说那我喝了怎么不管用啊 那您改变一下您的这个方法 冲泡的方法和习惯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可以两勺 晚上一勺 或者你早上不喝 你中午晚上各一勺 还有人说啊 那我怎么老排气啊什么的 对,老是肚子胀 因为呢这个肚子胀 它里面有很多我们胃肠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你喝了以后呢 它就增加了我们胃肠的蠕动 所以呢就排便多 脏气啊什么都正常啊 对,还有人说啊 哎,来了我以前也一直喝菊粉啊 但是比你这个贵啊 对啊 现在咱们这款啊 签行牌的菊粉 现在是1193桶 一桶每天三勺可以喝一个月 三桶呢就是三个月 我把它挂在视频下方的链接 还有我的橱窗里面有 有需要您可以入手 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